新冠疫苗接种近一个月 超过30万人已经打在心 有政府专家顾问提醒 要按时去打第二剂 否则保护力会前功尽废 而消息就说特首在内的问责官员 下星期初会接种第二剂 星期五死亡的一个66岁男人 星期二先在上水这间中心 接种伏必泰疫苗 是首中专家委员会 需要跟进接种过这款疫苗的死亡个案 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说 它有高血压、高血脂和糖尿病 属于心血管病高危因素 初步认为与疫苗没有大关系 而这间接种中心 周末继续有人排队来打针 包括85岁有高血压的五白 它最终不获建议打针 医生说既然有复诊 不如等到复诊之后 医生认为需要打就打 医生认为不打得着 暂时没有打得着 对于部分人最快在未来的星期 接种第二剂科兴疫苗 许树昌承认身体相关反应 相对第一剂会更强烈 分别最多两成和三成人会发烧 和肌肉酸软等等 但是疫苗保护率会随着时间下降 必须要接种第二剂 才可以产生有效抗体 第二剂的补充剂是非常重要的 令到免疫系统有一个补充 一个刺激 可以出到一个稳定一些的抗体水平 增加那个保护力 所以如果不打第二剂的话 基本上都是前功尽废 最后都是没有了保护力的 它又以伏必泰疫苗为例 接种首剂之后一星期 保护率有近八成二 在隔一星期就跌到五成多 要接种第二剂 保护率才可以重返九成半 至于当局会不会和内地 和其他国家商讨 被接种疫苗的旅客 不需要隔离检疫 政府说有多个考虑 他认为接种疫苗属于较大因素 考虑放宽安劳院舍医院探访的安排 无线连事记者刘俊玉部导